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聊聊台湾斐济办事处的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好几天了 本来是双十节 台湾驻斐济办事处搞国庆节 结果中国的外交人员去闹事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然后开始逐渐的发酵 然后现在就是事态 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了 咱们来聊聊这个事 总体来说我觉得台湾对这个事情还是挺怂的 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是比较怂的 先从宏观上来说 海外的办事处等同一个什么概念 就等同于你自己国家的海外领土 你在这么一个办事处 然后别人打到家门口了 别人已经打进来了 你们正在举行什么庆祝会 酒会 别人打进来之后 那就等于说是入侵你的领土了 如果说对方是好声好说的 或者说是一种合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这种方式去抗议什么 去讲什么事情 不管是有理无理的 他没有动武 那都还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已经是动武了 已经是打起来了 比较野蛮的方式 还有人受伤了 打成脑筋弹了 那么这个班师柱的工作人员 我感觉就有点怂 我看电视里边 他去汇报这个事情的时候 低声下气的 丝丝纹纹的 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 你换一个时间空间去看到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等同于宣战 一个国家驻海外的班上书那是什么概念 那是周杰伦卖电话卡 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来闹事 那就是对我宣战 中国古代的时候不是有句成语吗 叫两军交战不斩来时 一般来说有文官有武官 以前节目里也说过 是吧 武官比武啊 拿那个刀剑比划 砍伤了 甚至说打死了 这都不是最严重的 关键是文官 你要上去啪啪给文官两耳巴子 那事大了 你等于是对我宣战了呀 你打文官的脸就等于打国王的脸呢 如果说是在古代发生这种事情 很可能就会引起两国开战 这就等于对我宣战了 那现在你看这个所谓的中国妄娇人员 进到斐济驻 驻台湾的零事馆听到事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等于对台湾去宣战 但是呢 这里也停在一个灰色地带 什么灰色地带 那就是毕竟台湾 它在国际事务上呢 还是有这么一个灰色地带 是吧 虽然我认为台湾在实质上是一个国家 但是很多人他还不这么认为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性质严重不严重 那就是你们台湾人自己看了 你们觉得自己的国家被入侵了 还是没有被入侵 那就你们自己看了 我个人感觉这就是等同于领土被入侵了 这是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 你要是从这个小的方面来说呢 那还是松 那柯文哲说的就是很简单嘛 对方才两个人 是吧 你们的人都能被打伤 这潜在词就是怎么搞的 你们这么多人 连两个人你都对付不了 如果是我 我就直接把他给拖进去给处理了 周杰伦卖电话卡 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吗 假如说对方来闹事 就是你怎么处理 你都不过分 你把他打的对也好 还是你把他给关起来 转移起来也罢 或者说你直接给弄死 这都可以 这里面可操作空间大了 你可以解释吗 我怕他身上携带凶器 我怕他身上绑上炸弹来炸我 所以说我采取了过激的措施 我把它给处理了 那又怎么样 那是你的地盘 是吧 你有解释权呢 而且你要是看中方这件事情 他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我理解就是说想邀功 因为在斐济这么一个地方 你说中国的外派这些工作人员 可能就是说 哎呀 派到这么一个鸟巴拉屎的地方 这个国家这些小人口也少 一个岛国没捞头没搞头 想引起上面的注意 想知道我是一个忠心耿耿的 红色家奴赵家奴 以和平的手段吸引不了注意 那就搞点吸引眼球的事情来 咱们去台湾的办事处去闹事吧 哎大手一拍 哎好哎 我们去呗 然后去闹事了 已经闹事 哎现在闹大了 那你看看现在 包括胡锡进 包括赵立坚 这时候也同企连之啊 也是有点互短的意思 说赵家的狗赵家人打得你们台湾人打不得 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中方人员他的不是 我还要互短 这个树叶你看多漂亮 秋风萧丝啊 咱们继续说 在这里你要说那两位动手的外交人员打引号 他是不是真的外交人员 我在这里我也很怀疑啊 因为他们这件事情没有报备 啊就是没有经过上级允许就去台湾的领事馆 就去台湾的班人出去闹事了 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就是从社会上找来的 现在人员或者说是一些其他人 因为那国外吧有很多从中国跑出去的华人 生活特别的艰难啊 你说要语言呢没语言啊 要技能呢没技能 要钱呢也没钱 有时候不得已为了生存为了吃饭 可能就会干些黑活脏活 这两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外交人员 这真的是有待于商榷 有可能是外聘的 你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什么领事馆呢 去弄他办他 酒壮怂人胆呀 上面有赵家人罩着 可能两个人就过去了 就去闹事了 这个性质就有点像那个称还打人一样啊 如果这个事情是有功的 那你就是外交人员 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 受不了场了 必须得找踢队羊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他们给推出来 啊这是临时功 这不是正式功啊 有可能会演这么一出啊 中国的称广不都是这样的吗 虽然说这件事情 你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斐迹 但是他也是牵动着中台之间的关系啊 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昨天还有观众问我 说中国会不会开战呢 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个武统的声音叫的很凶啊 这位台湾的朋友有点担心呢 他问我什么看法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跟之前还一样 就是说会叫的狗啊 他不咬人 就是赵家人高层 他们可能叫的很凶啊 无懂台湾 你看中国电视节目里边 各种穿军装的 少说啊 我们这个打台湾啊 要怎么打这么打那么打 说美舰只要进入台海 我们就是开始解放台湾 这件话说了无数遍 但是你看看今天美国的舰队 我进来了 我就出来了 我进来了 我就出来了 没打啊 就是说赵家人上层 他们不想打 不敢打 但是呢 口号还要喊 喊了口号 振奋人心呢 喊了口号 有预算呢 有拨款呢 有生意啊 但是对于那种基层的官兵啊 不排除哪个愣头筋啊 脑子一热 老子又为国捐躯了 不忍了 翻几一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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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要是留意台海关系的话 你就会知道 那些解放军的官兵 他们是下了命令的 就是不经过上级允许 是禁止开枪的 禁止擦枪走火了 所以说目前你说这个台海关系 还是停留在一个吵闹阶段 教教阶段 而且我还看了一个调查问卷 如果说中国主动的打台湾的话 台湾人愿意参军报国的意愿 是将近80%啊 80%左右 那还有一个情况是 假如台湾宣布独立了 这个时候呢 中国在动手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是第二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愿意参军报国的 愿意参军保卫台湾的人 还能够多到7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啊 这就说明在整个台湾 这个抵御中共的侵略 应该是属于一个通俗敌态了啊 当然我是不希望看到战争的 但是你也不能够无底线的去容忍 你像龙永台说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反战 你反战可以啊 但是你前面有一个前提是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反战 那意思是 即使解放军打过来了 即使他们逼着我下跪了 即使他们逼着我 对着党籍宣示了 我还要反战 那这就不能忍了呀 这是我的态度啊 我希望两岸关系能够长长久久拼命 我希望台海之间的关系 不管说是中国这边沿海的福建 浙江广东还是台湾 我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 子弹打身上很疼的 除非一个炸弹落下来 帮击人没了 感觉不到 那你的亲人太伤心了 是吧 所以说战争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在这里我绝不是鼓吹战争 具合北加弹荒一样 你硬他就软 你软他就强 如果说台湾你要是表现出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 大陆这边还真的不敢动你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有可能不对 以后也有可能变 因为去年今年这个事情变化太快 有时候你要是按照这种事物发展的传统规律来推演 有时候还真的算不准 因为你不知道总加速师他下一步棋会我拿走 他挂盗档的油门要踩多久 有时候脑子一热什么时候都干得出来 这半天好像扯着这远了 咱们再继续说个这么一个匪夷领事馆的事 什么办事处 我认为就是领事馆 你看台湾住什么海外的各办事处 那办事处在我看来那就是领事馆 他履行的是一个领事馆的功能 所以说台湾人要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这就等同于自己的国土遭受的入侵 如果说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的话 那么你台湾你住其他国家的领事馆 会不会也受到冲击 是吧一个斐机闹了没事 那我再去其他地方闹闹 去加拿大闹闹去新西兰闹闹 去美国闹闹 我先安排几个暗地法黑命贵去探探口风 如果说这边没什么防卫的话 我再去闹闹 闹完了以后我可以去邀功 你看这次说是斐机的外交人员 如果说是立功了 有可能就会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 调到新西兰调到澳大利 那就海过天空了 那就有酒水捞了 对于这么一个领事馆事件 我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说了一段啰嗦 好吧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或者说对于我个人给予一定的支持 您可以选择对我进行备保的小额赞助 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实现 对本频道的支持 非常感谢